順勢而非 聖筆叫他退出,不用復仇 剩下金傳桂仁、韋小寶和維港智能 交給集前 全部馬匹準備打擋七場賽事 二級賽千葉夢的短途 精英碗準備 好,一起步的時候 應聲打出很眼光 外面維港智能搶了 見到第三位順勢而非 金傳桂仁、進佔第三 都不敢怠慢 暫時電候馬匹 是藍衣內蘭的韋小寶 跑了一段路程 前面放 維港智能貼籃先 接著在第二位外面是金傳桂仁 第三位好眼光 前面第四位還有藍衣偉小寶 順勢而非暫時電候 轉彎時 維港智能貼籃放 金傳桂仁咬住 分裂三、四位 前面是韋小寶 外面是好眼光 暫時電候仍然是順勢而非 轉彎入直路 維港智能 金傳桂仁好眼光 前面是韋小寶 在後面是順勢而非 最後三百 維港智能 金傳桂仁好眼光 順勢而非 內面是韋小寶 最後二百 維港智能 外面是金傳桂仁 中間還有好眼光 內面是韋小寶 外面上來順勢而非 最後八多米 金傳桂仁透出 後面有好眼光 中間位置韋小寶 接近終點了 正英碗的得主 近邊金傳桂仁 外面好眼光 相當接近 究竟最後二百 內閃 金傳桂仁收一收 這個時候 好眼光 逐步逐步上來 至於第三名 是韋小寶 第四名 順勢而非 好眼光 二號馬 好眼光 艾道拿 終點前 已經上來 看看 上去 雙贏了 二四倍 第二名 西方 西方 衛小寶 班德拉 第四名 六號 順勢而非 巴道 好眼光 重疾狀態 好眼光 艾道拿 最後那麼快就收到哪裏 金銀貴人 作詞・作曲・編曲 初音ミク 作詞・編曲 初音ミク 作詞・編曲 初音ミク 作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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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音ミク 中間 沒有 they recognize ゆdial 只是在碼頭而已 輸給我好眼光 我贏到你 七歲馬 兩隻老馬的表現都OK 衛少堡到第三 雖然這場沒有位置派賽 包圍維港智能 一被人黏著就不同了 單騎領防 自己要走掉 都是輕磅 其實頭段都是慢一點 第二段被人拍著 回來就沒有了 這次潘德式上來 上一次又縮了後面 不過這次又不是這樣 回到來 你上來真的跑回贏 上次真的應該放在前一點 上次都是解話連篇 今次的人數段都要三疊 不過後來轉轉回彎也能夠賣到二疊 因為早段好眼光出了二疊 再放在三疊 不過是超級的 沒什麼所謂 是大超級的 短途馬王 結果已經捱到了 撿了這隻 贏了 不用捱了 終於贏了 Group 2 好 這場的頭馬都接近三百萬獎金 まあ 好 好 I wasn't sure how it would e eventuate I just wanted to make sure he began and then let the race evolve Karis was probably always going to take the front up whether I was going to slingshot behind him Zak was going to be positive I think when that scratching came out Zak was probably going to try and be outside later because I had a margin I was able to hold my spot and just forced Zak to go on a little bit further than he probably wanted to I just didn't worry about the race then I just let Zak and Karis do what they wanted to do I thought the only way I could beat him was late so everything worked out well and full credit to John and his team It's obviously been a tough opening stint to the first part of the season but do you think this can be a real momentum builder for you especially with a couple of big names out of the jockeys room soon Yeah look I was 0-50 I think first time here in 11 weeks and I was able to get a few so when I struck the board on the first day I thought things might happen to be better than what they have but I've had a number of frustrating seconds and lost a little bit of support through the way but John's always been mine who's driving me good rides and as much as he's stable staking a bit of time to get going he's always give me plenty of confidence and plenty of faith and he could have basically put anyone in the room on this horse today apart from Zak but very lucky when it got the 121 that fell my way and you've got to make the most of these opportunities so I'm very thankful for it Well done congratulations thank you Yeah Adula Howried many pictures and today and today and today you're the first two and today Sky Oh have you the first three and today and today you're the first one and today at nou and today and today and today 是第四的 你回到122的 剛剛過榜122的 127的要公佈 一榜 在榜賽看贏馬 繼續支持就好 那嘉莉豈不是更慘 之前他幫高冬妮贏馬 高冬妮都被馬騎馬 都多了 鬥下去都很硬 那些酒位都OK 初來已經說他放得很好 上櫃已經是這樣 畢竟是色力冠軍 酒位都OK 很刁鑽 好 這邊正在準備頒獎 精英滿 就算了 上屆第二 今屆都是第二 今轉過 不過就不是輸給福吉 輸給好眼光 好眼光都沒試過這些賠率 順手而飛 看得多 現在你身旺都是維廣智能 三名六十多萬 你養馬費都一年了 第三 維廣智能 看看 回來賽報告 有沒有什麼驗到 就是這樣 一停就停了 嗯 好 喊到啦 贏了這一場二級賽 澳洲當然是一級賽都贏過 這麼多次都贏過 好,看到頒獎儀式 恭喜馬主 這隻好眼光已經出道至今累積了這場第九回合 神仙起步萬億 我覺得已經贏人大賽了 大家都第二回合 我和艾套娜兩個 其實也是 艾套娜逐步都站穩一會 艾套娜 今天有這些馬防支持 不同的 艾套娜逛 艾套娜逐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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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一次恭喜勝出的馬主和騎煉 起步手手不太快就是二檔的衛銷部 前面的維港智能就出了來,金轉貴人起步那幾步他不是很快的 見到潘頓比了兩下,拍了兩下邊,馬頭走上來 頭轉到二十四秒,靈異的都是偏慢一點 好眼光第三,埋便就韋小寶,包美就順勢而非 慢慢捉住,這條田坦桿都是這樣跑的 頭四百當然是慢慢跟你捉,跟著跟你跑最後八百 不過這條金轉貴人終於都貼到你了 最初打算是很眼光黏的維港智能,原來不是,金轉貴人上來黏著 很眼光就跟著他的金轉貴人 裡面有偉小寶,純粹是移飛,五隻都看完了,成不嬌就退出了林祥 先不斷先,金轉貴人 他剛才有些耐閃的,我再翻看就,那邊很大力地抽一下 好,第七場,福邦懸不派彩作術了 二重彩二號,一號順序,派484元 貓寶派錯了,頭關五號,美關二號,派4077元 頭關五號,美關一號或五號,派61.5元 分斷時間頭段24秒02,第二段21秒84,末段22秒41 總時間1分08秒27,比標準時間略萬不夠一線 謝謝 謝謝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